选战进入最后一个月 民进党的立委候选张美慧 星期六上午成立了吉安后援会 下午则是在授丰成立了后援会 张美慧他强调说 花莲要改变必须打破夫妻轮流执政的专权政治 最后冲刺阶段 张美慧说他会坚持到底争取相信支持 入冬以来最强冷气团报道 似乎无减支持者热情 民进党总统和立委选举花莲吉安联合后援会 全力大会 星期六上午在庆丰春举行 包括部分区立委陈培渝和范云都到场助讲 力推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和花莲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而张美慧也再次强调 花莲要改变就必须打破夫妻轮流执政的专权政治 有这么多乡亲的鼓励跟鼓舞 我们不怕苦不怕难 我们用阿信的精神 我们在花莲继续的一步一脚印这样的耕耘 那要争取更多的乡亲的支持 我们让花莲改变 我们不要再让夫妻轮流来专政 我们要让花莲还给一个政治的良性竞争的环境 也让所有的产业都能够自由呼吸 这样的一个花莲的环境 更要让花莲的下一代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整个我们需要更好更美好的一个花莲 就要从明年的总统立委的这场选战 我们来翻转花莲来打破过去这个王朝 被称为王朝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封号在花莲 我们要让花莲成为美好的花莲 是我们所有花莲人共有共享共荣的花莲 民进党吉安后援会由会长余荣贵率领副会长和顾问团共22位成员 接受张美慧颁证证书还有授旗 希望可以凝聚吉安地区的乡亲 扩大支持 开出亮丽的票数 而后援会成立大会之后 会长余荣贵和先元林哲师 也陪同张美慧展开车队游行 向吉安地区的民众挥手致意 戒旅会节安相报道